喝冰岛茶不止只有冰糖贴一个关键词 还有树种和兰花香 了解冰岛紧跟直播间不迷路 你知道冰岛的历刃吐司 为冰岛茶的繁荣做了多少贡献吗 我们凑近看 这片是冰岛五寨中和冰岛村五个寨子的百年古树 你看它的干茶有墨绿叶子 有显白豪的叶子 有茶梗较长的 也有茶梗较短的 我们把它泡开看 有长叶子 叶子偏椭圆 偏肥状 也有煎叶子 叶子偏小 叶子偏柳叶 同样是冰岛茶 叶形叶片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为什么 时间倒退到1580年 当时的猛库萌萌吐司派人到猛海去茶种 种在冰岛村 结合当地的特性 就培育出猛库大叶种 猛库大叶种有独特的冰糖甜 非常受人喜欢 也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冰岛味 那冰岛茶当中 还有兰花香呢 兰花香的来源其实是义武的绿芽茶种 当时猛库的最后一任吐司也派人去义武取了茶种 种回到猛库 就培育出具有义武花香型的猛库大叶种 就形成部分冰岛茶现在特有的兰花香 义武茶种本身是不色的 但是由于培育在猛库 由于土壤的差异 会带来一点点的色感 这也就增加冰岛的丰富性 所以喝这一片冰岛五寨 真的是一饼 就能够带你喝全冰岛村五个寨子不同的树种 融合不同的口感 相信听完今天这一条 你对于冰岛茶会有一些认知上的小改变了